这件是冰种的飘蓝花龙钩 什么叫做龙钩呢 龙钩是古时的人 特别是男人 配戴在腰间 即是束腰带上的一种饰物 束腰带是什么呢 等于现代的皮带 以前人们没有皮带 就会绑束腰带 束腰带上会绑一些饰物 一般有权有势的人 就会终于戴这种龙钩 因为这种龙钩 一般认为可以彰显权贵地位的一种象征 一种身份的象征 当然古时的时候 就未必是戴翡翠的龙钩 因为翡翠 其实是清代的时候才在缅甸传入中国 清代之前通常会用什么来做呢 一般会用和田鱼 即是白鱼 或者其他 例如独山鱼 或者其他 因为中国有很多名鱼 会用来丢一些龙钩 或者其他的挂件 就丢在 组腰带腰部 龙钩 除了可以彰显身份的象征之外 亦都有 事业有成 大业有成的寓意 亦都有 亦有亡子成龙的意思 一般会是怎样的呢 首先龙钩顾名思义 一定会有龙头 龙头下面 可能会丢其他东西 这一件就会丢了金蟬 丢了一只金蟬 和中间 飘蓝花的部分 师傅就丢了一个圆珠 除了金蟬之外 亦都有丢皮鱼 或者其他的 东西 这件肉料本身的种地非常漂亮 是冰种 冰种中间飘蓝花 你可以想想 假如师傅 用这件料 去丢其他 例如丢戒面 蛋面 其实这件可以丢两至三件 上面一件 中间飘蓝花 这里亦都有一件 下面最底亦都可以飘一粒 大师傅没有这样做 其实他丢戒面 丢三粒戒面 卖的价钱 其实会卖得更高 比这件 龙韬 大师傅可能他觉得 浪费了件料 还有他觉得 有时师傅未必 向前看 有时他见到件料漂亮 还有他灵感到 他就会丢一些他喜欢的东西 这件龙铃 我打灯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这个料非常漂亮 不要太干 太干太残 这件料是很清 很漂亮的 当然他会有少少棉 但是其实不多 就完美 这件料是完美的 这件料是完美的 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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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料 绑上颈绳 带在颈绳 带在颈绳 就当吊嘴带 是非常漂亮的 整件料是起光的 肉质非常漂亮 就不是一般的冰螺种 因为这件料是冰性的 在颜色里面 把蒜继 重播放 在颜色里面 盐 或者 颜色里面 颜色里面 颜色里面